好 又可以开始了 好 我们已经七点半了 我们就不等了 现在就开始今晚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这本书已经陆陆续续分享了六讲了 然后在第七讲的时候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因为内容相当有点长 我们先简短的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六讲的内容 这本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主篇 也就是在著作里面 讲到是在启示录里面 讲到老约翰手上拿了那本小书卷 它这个内容比较简短 一本小册子 然后前面六讲的内容分别是 最开始第一讲是讲到了我们整本的圣经 全部的圣经讲的都是主 而且还说了主就是沃尔的 我们中文翻译成到 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我们成全立法 其实是指的是应验圣经的仪切 然后第三讲讲到十字架的受难 是征服地狱终极之战 并且第四讲紧接着解释 十字架受难并非出罪 只是承受罪孽 这就把我们之前在传统的教导里面 一些让人误解的地方 让我们对真道有所误解 对主的认识 对主的拯救 对主的救赎 以及我们如何的去相信 然后通过相信主而改变自己 这么一个途径 道理走哪条路 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然后在第五讲的时候 就讲到了功德的归算 并非是悔改之后的罪的设计 无非是 也就讲这个功德 主所做的这个功 不能够归给某个人 所以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这么讲 这个功可以算你的话呢 那对我们来说 悔改之后的罪的设计 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 然后第六讲的内容 是讲到了这个 神的儿子与人的儿子 这两个不同的名词 出现在圣经里面 经常出现他们有什么分别 这是前面六讲的内容 在第七讲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到这个 我们所讲的道成肉身 然后这个道成肉身以后 这个肉身又如何怎么处理呢 是跟常人一样吗 到了一定的年纪 然后就这个寿命就去世了 就归到泥土吗 还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主从头到尾 或者说准确讲 是从这个初始到终端 也就是从Divan 离职到他的这个human 也就是他的这个人 甚至最顶端的最中端的物质的 这么一个这个人生 最终全部都成为神性 也就是Divan了 第七节 第七讲 主要的内容是讲的这个 他是如何的 主是如何的凭着自己 然后凭着这个自己里面这个父 我们称之为父 也就是这个Divan 如何要让自己在地上索取的这个人 也能够成为Divan呢 在圣经上是用与父为一呢 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理解了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在理性上 我们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对主 也就是我们出现在世上的这位主 他如何是成为真正的 唯一的独一的我们的上帝 那我们如何的让自己信福 同时心悦成福 真正的去相信 也只有做到真正的相信 主要的这位主 他从来到尾都是唯一的这个主 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那我们才可以凭着这样的信心 来让我们的这个行为 我们的心灵更新 乃至行为得到更新 所以第七讲的内容 相对说比较长一点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在上一讲 也就是讲到第七讲的上部分 讲到了其实主 我们所说的主 这里翻译成永恒主 这是勉强的一个翻译法 也就是说在创世之前 一直到现在 这个主 从头到尾都是一位主 都是一位主 出现在我们这个 当时的2000年前 以色列人面前的这一位 他说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了我 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了 他说其实这一位主 他就是耶和华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 怎么讲 对这个传统教导来讲 是一个很惊人的消息 他没法理解 那这位主 其实就是耶和华 第二个内容就讲到 这位主 从永恒到现在 唯一的这位主 也就是耶和华了 他是为了拯救人类而 降始为人 或者说呈现为人的样式 第三点是讲到 他是出自己里面的这个底腕 而让他的底腕成 而让他的这个human 成为底腕 这个 这个 这个没有把它翻译成中文 就确实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 这个human的意思是 他降始为人的时候 取的这个人 也就是从玛利亚里面 出来的这个人 那那个人呢 我们可以说应该是用小写的 小写的 然后呢 对这个 而且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 还提到一个大写的human 也就是说 主降世的时候 他本身 他就是divine human 他本身的divine human 也就是说他降世之前 对全人类 对全宿宙 对所有的人来讲 他本来就是一个human的样式 只不过是说 他的human 我们称之为divine human 也就是 是神性的人 他还没有 再降格到我们这个世人的这个层次 也就是说我们讲世人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属天属灵 属世啊 甚至什么肉体层啊 还有这些边缘层 这个东西对他来讲 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只是说潜在的 他将来会降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要小心区别这里的human的说法 然后呢 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来分享四五六七点啊 四五六七点 第四点就是讲到 他是怎么样让这个human成为divine的 是通过什么途径 是通过什么方式 是一句话就让他变了吗 还是说人们所理解的啊 说有就有 说无就无 一句话就是变了可以做到的吗 不可能的 他是通过一系列的 很多很多的试探 我们通俗讲就是各种各样的诱惑吧 让他一步一步的 让这个human成为divine的 他是一系列的过程 然后呢 第五点就是讲到 这个divine和这个human的合一 是怎么合一的 最后一步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标志性的动作是什么 最后一步十字架受难 他复活了 他战胜了十字架受难了 也就是最后一个试探 或者说终极的试探 在这个试探里面 他连他最终端的物质身体 就是我们讲的肉体 也完全的神性化了 这种奥秘 我们可能有时候已经比较难以表达 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讲是荣耀或者荣化一样的 升华一样的 升华类似这种 就是他的这个human 完全的变成神性化了 最后一步 或者说终极性 标志性的一步 是实在说的 第六点 是讲 他这个从divine的human的过程 是一步一步的过程 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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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步骤 也是什么过程 也是他从玛利亚 他里面通过他的子宫 生出来这么一个 我们看到有血远弱的 这么一个human 这human打上了小血 没用大血 因为这个human 就一种类似于 我们平常所说的human 我们说人类 世人 他也有肉 他里面也有五脏的六腑 他里面也有心灵层 什么心志层 属灵的各个层次 也有 但是这个 它是慢慢的要脱掉的 因为这些是属于人的 或者说是属于 什么属天属灵 属世的 属物质 慢慢脱掉了 因为他最终最终要将这些东西 全部变成divine 也就是完全的神性 但是怎么变呢 我对他用了一个穿上的意思 还不是很 非常的贴切 应该是逐步逐步的取代 或者说逐步逐步的让把这个 把这个从玛利亚的human 慢慢慢慢的融化成 这个神性的human 这个神性的合体本来 他就是这样的 他降世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divine human 第七部 也就是我们讲的 第七讲的一个结论 结果 就是从初端到中端 神或者上帝成为人 初端和中端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从始到中 或者从初到中 从本到末 也就是从最开头的那个divine 一直一直到他最后中的 这个物质的肉身 他完完全全的 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了 这让我们对主的认识 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也知道主的救赎工作 也是通过这样过程而成就的 我们在前提前讲到了 整本圣经讲的内容 如果在简化来讲 无非就是讲主的拯救过程 主的拯救过程 如果用一个等号 或者说同等类的意思来讲 也是他如何让这个human 他从玛利亚来的human 如何成为divine的过程 整本圣经其实讲的就是这些 至于其他的 都是这个内容的一个附带 比如说荣耀了他人生以后 建立了新的教会 旧的教会 以及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都是一个附带的过程 好我们来进入这个第七讲的 这个下半节 第四点 就是他是怎么通过 这个主办的试探来 这个让human成为divine的 我们大家在听这个的时候 可以参考 比如参考我们自己 主他通过他里面的这个 凭着他里面的这个父 也就是这个divine的本身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各个层级 都逐步的成为divine了 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或者作为他的这个 相信他的人 我们也是要走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凭着里面的父 我们没有里面的父 我们所谓的父 就是主自己了 我们不能认识这个divine本身 但是我们可以认识主 主到我们里面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里面的主 然后让我们这个 所有的心性 这个以前不好的 这个恶的东西 如何如何的通过诸般的试探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 我们就不能变成divine了 我们只能变成属灵了 或者属天了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有点类似于平行一样的 有点类似的 所以主说 你们将来要做更大的事 你们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你们不用怕 你跟着我 我的恶是亲神的 你照着我来 你照着我的方法做 是可以做到的 我做得到 你也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战胜了所有的地狱 你只要凭着我 就可以做到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小节 先认识什么叫试探 试探 我们以前也学过这些知识 我们这里简短的 就说一说 试探无非就是一些 恶与谬的一些争战 就是你讲恶也好 讲邪也好 讲谬说是虚假也好 这个词差不多 就是这个意思 错的 错谬的 谬见 假的 又因为恶与谬来自于地狱 试探也就是与地狱的争战 说白了 什么叫试探 其实就是打仗 跟谁打 就是跟地狱打 谁挑起来的 是地狱挑起来的 这时与承受试探者在一起 有从地狱来的恶灵 是他们发起来的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跟我们的灵魂同在的 都有恶灵 他都会来试探我们 受试探的人 察觉不到是恶灵引化的试探 事实上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打仗 但是事实上是成为天使的必经之物 所以主 他也是一样的 他要成为敌方 他也必须经过 试探的过程 那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就 只能说成为天使 一个人依靠主的能力 升过试探 就带离地狱 往天提升 世人可以通过这样 可以成为属灵 并成为天使 那主呢 对于主来讲 他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这里我给他 着重加黑了 主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全宇宙只有主 他是凭着自己的 那我们所有的人 都没有办法凭着自己 我们有一点点的能力 能胜过地狱 或者胜过魔鬼 我们完完全全的 都是依靠主 能战胜 实战的只有主 所以说T4里面 特别的 强烈的建议我们 千万千万 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能战胜地狱 完全的是主来战斗 都是主来打赢这场战 并不是我们 好 然后第三小点说到 如果主不降世 无人得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主降世之前 主降世之前 主对整个宇宙的治理 是通过他的Divine Human 也就是他还没有取肉 是没有取世人 降格到 属天属灵属射 这个层面 他是通过诸天王 下的这么一个影响 我们讲灵流的影响 来管理中间灵界 和物质界 但是随着地狱力量的壮大 也就是怎么讲 恶 错谬 没有盛行 或者简单说 教会已经荒废了 什么叫荒废了 就是教会不是像教会了 这不像是教会 为什么 教会唯一存在的根基 比如说信靠的独一的上帝 独一的主 变了 变成偶像崇拜了 然后这个 世人也也 堕入到这个物质化 追求这个 属世化 如果形象也讲 也就是说 整个中间灵界 与整个物质界 如果再次下去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 这种 就好像这个 主作 Divine Human 这个对 通过诸天 对这个中间灵界 和这个物质界的影响 我们会讲牵引力吧 这么形容 就是已经承受不了了 或者说物质界也好 中间灵界都脱离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那也就是好像洪水翻滥一样 整个这个 这个世人 世人间 中间灵界都会被 地域攻占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主如不降临 不单是物质界和中间灵界 甚至对这个第三 最低层天都会有影响 对无人得救 那第四小点讲到 他说 这个主于这个地域的增长 圣经上讲了 如果我们细心的朋友 会发现 圣经上太多的地方 你只要是在这个 你只要是在这个旧业里面 看到跟打仗有关系的 跟打仗有关系 跟谁国跟谁国打 比如说还有类似于这个 这个诗篇里面 讲到 以大卫的口讲到了 他多么痛苦 阴间 以及别人怎么样的陷害他 如何站下来 等等等等 这个讲的 东东都不是讲这些事情 都是记得这些文字 讲主与 众地狱 或诸地狱的征战 也就是战斗 篇幅太多了 然后那个 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到 但是 篇幅没有 旧约的那么多 福音书里面 像在这个 主在旷野四十天的时代 是吧 柯西玛丽严的时代 十家的时代 等等等等 这个十家事呢 受难呢 就是最终极的时代 最后一战 所以就是因为是 因为这个这些征战 我们讲的主 跟诸地狱之间的打仗 所以他本身为救助 如果执意的话 就是成为拯救者 这个救赎者 怎么讲呢 也就是 也就是 狐买者 或者说 他把我们赎回来 把我们救回来 是 他是这两个人 然后 主战胜的死亡 或者魔鬼 也就是战胜的地狱 富货得胜 没有主 无人 也就是说 他富货得胜的意思 就是说 他荣耀了 他的 这个 人生 就是human 然后呢 也同时表示 他完完全全地 征服了全部的地狱 全部的地狱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这样的主 是什么样的主呢 也就是说 在以前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通过这个 人生来认识 他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 Divine Human的概念 也就是说 在全世界各大宗教 从古代远古的 这个 我们通过书本 了解的 很多民族 对Divine Human 都有他的理解 但是对Divine Human 对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显现 他们理解的 都是那种 我们用我们 现在的话讲 有这个概念 是有非有 对吧 所以说 在那个诸作里面 经常讲到 有的地方 是对主 是一种 他对Divine Human 是有的是一种 人形样的 有的是没办法 形容 不可见的形容 来敬拜 但是自从主 降世了以后 他取了 属天 属灵 属氏的 这个身体 最终将他全部 变成了 敌拜以后 这句话的意思 是相当于说 他所取的属天 属灵和属氏 也就是说 将诸天中的 属天的成分 属灵的成分 以及中间灵界 甚至物质界 所有的成分 他都取在 他身上来了 我们说 他把所有东西 都背在他身上 承担在他身上 然后让他 让整个地域 来对他进行攻击 然后他来战胜 这些地域 同时也就让 所有的 朱天也好 朱灵界也好 整个中间灵界也好 以及所有的 物质界也好 都能够归入到 秩序里面 也都与他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说 是永永远远 我们这位主 他这样的一个工作 一成永远成 也就是不会再存在 未来 还有这么一个 这个什么 肉身这样一个 拯救过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斯维登博 这个著作的 这个再现 其实就是将这个道理 再一次的 显明出来 让我们去认识 其实之前也告诉了 只是说 慢慢慢慢的 这个不认识了 或是走向了 另外一个 这个极端的认识 第五点就讲到了 这个 补充了一些经文 其实这些经文 在前面 我们讲了很多地方都有 这里补充了一个 叫以赛亚书 还有诗篇里面的人 他说 比如说报仇之日 在我心中 救赎我命之间已经来到 等等等等 以及诗篇里面讲到 荣耀的王牙来 荣耀是谁呢 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就业书里面 几乎谈到打仗 战场 以及拿着刀剑 击败对方 以及在战争中如何击溃对方 其实都是讲的战胜地域的过程 当然了也会讲到相反的东西 也就是地域怎么样去攻占 对主进行攻占 都是讲这些过程 接着下面一大点就讲到第五点了 上面一点是讲到我们主是通过主班的试探来战胜地域的 第五点就讲 这个第一班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合一 最后一战 他讲的最后一战 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讲终极之战 标志性的 在第一小点讲过 这个十架受难 我们之前应该是第四讲的时候 我这个特别开了一堂就是讲十架受难 是终极之战 这个其中引用了大量的经文 在此就简短的说说 如今因为主已经凭着十架受难 完全荣誉了他的体验 也就是说将他的human 那个体验完全合一 用圣经上的话 也就是与父合一 那么他的体验也就是成为体验了 所以在十架受难复活以后 他完全得胜了以后 我们这个human也好 defin也好 对我们来说只是两个方便说法 我们称之为human大写的 大写的defin 其实在主身上就是一个主 你说human也好 那是他的 他这个human也就是defin 你说defin也好 所说的defin就是这个definhuman 也就是这一个主 没有别的意思了 所以我就用黑体部分加粗 说了无论关于他的human 你不管是说到主的人 人你还是说到他的defin 他都是耶和华 都是上帝 都是上帝 因此圣经中 他被称为耶和华 被称为上帝 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 被称为救赎主 被称为救赎主 被造就你了 这里身体有大量的篇幅 在此就不一一列决 然后这里举了几个 我就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一读 这里是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内容 讲到尊主为了 上帝 或者救赎主为了 指的就是这位主耶稣 他说你们生的是谁 生的是救主 救赎主在 特别是在以色亚树里面 大量出现 那个救主 跟这个救主 是一个救主 他说这是基督 是世界的救主 你们的救赎主 是以色列的圣者 大家都就约细心的朋友 会发现 以色列的圣者 在救赎主经常出现 造就你的那位说 因为我就是 以色亚树 这就是你们以色亚树 这样的诗句太多 这件经文太多 以色亚树 讲到救赎主 以色列圣者 然后以色亚树 救赎主 圣者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好明解 所谓的我耶和华 也就是这位主 我们到世上这位 取了人生到世上来 这位主 就是这位主耶和华 所以说 他说你便知道 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主 雅各的导人者 我们以前不知道 我们现在如今知道 如今知道 就好像 十二使徒在这个 十二门徒 在主被定以后 他们各个 想输到胡说谈 前跑了 但后来 他明白过来了 明白过来 不是他自己 明白过来的 是主 跟他们待在一起 一点一点的告诉他 讲解 旧约上面的内容 都是指他讲的 然后他们认识到 原来我面前 这位定十字架的 这位耶稣基督 其实他就是 耶和华自己 只不过是说 他现在取了人生 以人的样子显现 我们能够亲自看见 听见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 制造的上帝 是他们的救赎主 这里 这些经文 我就不一一读了 我把这个已经发达了群里 有时候应该可以读一读 圣经文 应该可以说 不能用百处来形容 因为几百个地方 都会讲到类似的地方 类似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 这本册子在开篇的时候 就说 整本圣经 说的都是主 而且更进一步说 那讲主什么呢 就是讲主如何的征战 以及荣耀他所取之人 建立新的教会 来拯救人类 好 这里接着有了 讲的和相爱书 以赛亚书等等 先知书 唯有你看这一句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赎 这句话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更亲切 就会主耶稣 其实他就是耶和华 除了他以外 没有任何救赎 没有什么两个主 没有什么两个上帝 也没有什么 两个位格的上帝 都从来就只有一位 就是我们 我们这位主 你名字叫他 耶稣基督也好 叫他耶和华也好 你叫他以色列的圣者也好 叫他磐石也行 叫他羊羔 叫他救主也行 你看这个以色列书 第四十五章二十一节 更加明显 他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上帝 我是公义的上帝 又是救我主 地级的人 等仰望我 就必得 就因为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上帝 除了这一位以外 没有别的 好 我们讲到第三点 他说主的divine被称为父 也就是我们讲主的神性本身 这是我们没办法认识的 我们没办法看见的 认识不了的 在圣经上 他用耶和华来 还有上帝等这个词来称呼 那主的divine human 也就是从divine而出来的 在主降世之前 他其实就是有divine 就是divine human 只不过是说 这个divine human 他降到人间取了 世人的一些 我们讲的属性属性属性的东西 我们把它称之为子 称之为子 所以我们无论称他父为也好 称他为子也好 这只是一个名词 说的都是这位主 都是这位主 现在还说 用救赎主 救主 这些名字 造就你的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指的这位子 主的divine human 并非二 而是一 因为不仅说耶和华上帝 以色列的圣者 是救出主和救主 还说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出主 甚至耶和华救主 说以外没有救主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教育里面 经常说到 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那我们知道 能拯救人类的 我们拯救的 就是我们这位主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主耶稣基督 他讲的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那也相当于告诉我们 这个不仅是 这个耶和华上帝 或者是以色列圣者 是救主 而且还直接说到 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除了耶和华以外 没有别的救主 由此可见 敌方和human 在主之内 就是一位 并且他的human 也就是敌方 因为世人的 就是主和救主 无非是谁 你说我们讲救主 你说到救主也好 救主主也好 讲来讲去 都是这位 divine human的主 也就是关于他 在divine human这块的主 这个divine human 被称为子 被称为子 所以在福音里面 不停地说 你们要信子 你们要信子 也就是要信这位 divine human 也就是耶和华 他自己降世 此外 救主与拯救 这一个属性 适合他的human 或者说他的功 他的义 这样的属性 适合他的human 也就是说 圣经里面很多的词 它不同的属性 我们主要有很多个名字 我们讲名字的意思 它并不是像 它这个 怎么说 所谓的名 其实只代表 它的性质 或者是属性 当我们说 它不同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用不同的名字来 这个称呼 比如说我们说 它的善的时候 它良善一方面的本身 我们称之后 耶稣 我们称它 说到这个 它是真理本身的时候 我们用基督 来信仰它 比如我们讲到 它主的这个纯真 我们就用这个羔羊 等等这个意思 所以说 你谈到 一谈到救赎 一谈到拯救 一讲 祂所做的功 祂成就的义 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是指 祂的人的方面 也就是祂取的 这个human方面 因为忍受事实上 和实价受难 就是祂的human 我们不可能说 祂的divine来忍受事实上 也不可能说 祂的divine来接受 实价受难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乃是凭借祂的human 也就是祂所取的human 来实行拯救的 好 我们讲第四点 也是一个小小的 对这节的一个小小总结 他讲divine human 在它里面 是合一的 这正 如果我们要做个例子来比喻的话 就是 它的灵魂和身体 在一个人里面合一 也就是灵魂身体 是一个人的 divine human 是一位主的 它的divine human 不是二而是一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 无论是关于divine 还是关于他的human 主都是耶和华 都是上帝 你怎么说 都只有一位主 创世之间 旧约里面也好 新约里面 到如今也好 你讲这个 斯维登伯伯的著作里面 讲的也好 通通讲的 都只有一位主 就只为一位主 这是为何 有时他会说耶和华 以色列的生者 是耶和 就是主和救主 有时候又说 就是主和救主 是耶和华 其实他们就是一位 是一位 好 救主就是 这是举的例子 就是举的例子 他只是用经文 在此我就 一举出来了 好 我们讲到 第六点 第六点 我们上面两点理解了 他是通过 主观的试探而 荣耀他的human 然后也知道 十字架受难 是最终极的一段 第六点 也是挺重要的 他讲到了 他说通过连续的步骤 也就是这个 他荣耀他的人 对human 不是一次 就成就的 他是逐步来的 他逐渐的 脱去 从玛利亚来的 小写的human 特别注意 穿上他来自内在的 地板human 好 我们解释过了 他本来 我们的主 本来就是一个 地板human的形象 这个在将 他将士之先 比如在天上 跟其他的天使 显现的时候 他也是通过天使 取了这个人的形象 通过天使来显现 所以说对不同的天使 或者不同的社群 他也不同的显现 或者说不同的 天使有不同的看见 但是 他降到了人间 那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他更往下走了一步 他取了谁啊 他取了我们讲的 这个属于人的这一块的 这个属天啊 属灵啊 甚至终端的属世 到直到这个 边缘层 以及物质层 的地步 我们也就是说 他从玛利亚来的 这个东西 那他是怎么样的 逐渐的把玛利亚来的 这个东西脱掉他呢 然后 把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 内在的迪安 一步一步的取代呢 我们已经通过这个 这个广民中在分享 第三层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 很详细的了解 就是从童年开始 对吧 一步一步一步的 是怎么通过哪些步骤 怎么来取代的 在此我们也有一个 简短的分享 第一点 在组里面 他同时是迪安 他也是迪安 这个迪安 就是来自于父耶和华 那这个human呢 我们俩小写的 来自于玛利亚 就他的迪安而言 他是以父平等的 但是如果就他的human来讲 他逊于父 他比父小 他在身体上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 是就这个而言的 人们还知道 他并没有将 从母性的这个human 转变为迪安 也未曾将迪安相混 怎么说呢 也就是他 从这个 玛利亚来的这个human 我们讲有物质的 也就是从中间灵界来的 这个灵性的 这个 这个等等 各种属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 跟Divine之间 是不可能去转换得了的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 这个词是叫 Glorify 荣耀 或者有的人形容 融化 融化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降世的时候 他本来 他是Divine Human 也就是说 他本来 这个Divine Human 是大写的 这个Human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从父而来的 从父而来的意思 就是从Divine的本身 也就是从Divine本身 所散发出来的 那让 可以让众天使也好 或者让我们世人 在灵里面能感受的也好 他其实 自古以来 对这个唯一的 这个我们讲上帝 我们能认识的 只能通过 Divine Human的这种形式来 来领会 无论哪个民族 无论哪个宗教也好 Divine Human 不同的显现 但是 他对他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特定的教会 所启示的我们讲这个叫做圣经 里面所取的 通过玛利亚的这个地方 他就是取了物质层的 甚至包括中间临界层的 以及包括从猪天里面 所取的这些成分 所以这两个Human是有分别的 在书里面就讲 是由母亲得带的Human 然后呢 用父亲所带的Human 然后慢慢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去取代 这就是为何 圣经先知书中 主被称为 尤华和上帝 甚至关于他的Human 他都被称为上帝 在福音书中 他被称为上帝 弥赛尔和基督 并且说人要信他 并且因为要信他 而得救 他一步一步的 完完全全的 全部都变成了 Divine了 我们要信这位子 上帝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说 数据语 传福音 为什么要信耶稣 原来是这层概念 为什么要信子 得救 第三点我们讲到 因为主先从玛利亚 取了他的Human 然后逐渐脱去这个Human 所以当他在世的时候 还有两种状态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的 把这个从玛利亚来这个Human 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是吧 我们讲 我们作为这个 普通的这些Human 也能理解 他怎么脱去的 所以他有时候 他会处在这种状态 他有时候呢 他又处在Divine Human的状态 所以他说通话 有的时候好像是 没有那么神圣 没有那么完美 就好像他有痛苦啊 他好像也受了试探 也想放弃啊 如果可以 你就拿去这个背包 受不了 对吧 他甚至紧张的这个痛苦的流汗 像像血一样流下来 他也是很痛苦 那这个部分而言 其实就是作为从母亲来的这个Human 他处于这个时候 因为他只有处于这个时候 他才有可能受到试探了 地狱所说的试探 也是对这一部分才能进行试探 进行攻击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态 也就是他总是说啊 我与父为一 对吧 你要跟从我啊 我也怎么怎么样了啊 那种状态 还感觉 这个才是像这个这个 因为上级讲的话啊 神子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处在另外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它是取在哪里 从父来的Human的状态 也就是处于荣耀的状态 然后那个书上用了一个这个词 也就是讲他是怎么样的 把他从马利亚来的这个Human 一步一步的虚极 或者是倒空 这个也就是慢慢的降低 慢慢慢慢的这个 让位给这个来自于父的这个Human 一步一步的倒空自己的过程 当主处于这种倒空 或者虚极的过程的时候 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好像好像是跟父说话 跟父导道 好像是跟另外一个人导道一样 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理解 他说你说这个子 耶稣就是圣地本身 他明明是跟父讲话 是两个人说话 明明这个父说话 说这是我的爱子 这好像是两个人的 所以这里就解释到了 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他好像是跟另外一个说话 当然处于荣耀的状态的时候 他与父说话 好像是跟自己说话一样 我的就是你的 你就是我的 在后一种状态的时候 他就说 我在你里面 你在我里面 我与你为一 当他处在第一种状态 倒空或者虚极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沉测各种事件 忍受的各种痛苦 甚至表现出不来 我们好像世人的这种 忍受痛苦的样子 还求父不要离弃他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各样事件 已经在世上都不断得胜 包括实际上 最终结的事件 这些东西 都是方法或者途径 也就是说 主要是通过这些方法 这些途径 一步一步的 来征服地狱 所谓征服地狱的过程 他其实也就是 将他的黑友们 一步一步的 荣耀的过程 或者融化的过程 主 第四小点 主脱去了 从母亲来的这个 我们讲世人的这个黑友们 穿上来自 Divine本身 就是这个 Divine的黑友们 我们可以从圣经中 有一些证据 也就是说 你在圣经里面 是看不到 主他称玛利亚为母亲的 从来都没有称 为母亲 那这对一般人来讲 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会成 他从头都是称 夫人 也就是说 妇人 妇女 然后如果说 母亲的话 都是别人说的 都是别人讲的经文 像别人说的 爱她的母亲 对不对 但是 她自己都没有 她不认 你看 耶稣的母亲来说 我妹久了 在约瑰运加强的时候 耶稣回来 她是妇人 我孕女有什么先看 我的时候还没到 有的圣经 她以为 是不是搞错 不孝顺 叫妇人 怎么称母亲 是妇人 原来我们现在就理解了 在处在什么状态的时候 从十字架上 见了母亲 和所谓的那个门徒 她说妇人 看了 她有一次 她不认她 不认她 她说 别人说 她说你的母亲 我的弟兄 你站在外 你要见 耶稣回来说 听上帝的话 而遵循的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除了这样以外 她还不承认 自己是大卫的子孙 而且很有名议员 我们 老叔 能强的 有一个 一段话 一段话 就是讲到了 她去问 这个法律三人 她反问她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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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谁的子孙 然后 这些人就说 她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就访问她 她说 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怎么还称 称这位基督为主呢 她说 主对我主 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所以这些法律三人 没有一个人的回答 所以从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她一辈荣耀 这个human而言 也就是这个大卫的human 这个divine human而言 她不可能是 哪一个人类的 某一个人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 玛利亚的儿子 所以在这个著作里面 特别提到了玛利亚 还跟玛利亚对话了 玛利亚 她从头到尾 玛利亚都没有说 都不敢说 这个主是她的儿子 绝对不敢说 玛利亚只是 瀑布冲冲冲的一个人 只不过是说 她通过了 主通过玛利亚的 这个父 她所取的世人的 human 从她那里出来 从那里出来 那这只是一个过程 然后她荣耀了以后 就不可能有这回事了 她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也不可能是巴卫的子孙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 如果说我们讲敬拜祖 我们也不要有任何的说 她给她挂上一个什么 以色列人的名字 她是以色列人 她是犹太人 甚至跟中东那边的一个什么 以色列国传上片 好像他们 好像是他们是他们国家的人 既不是那个国的人 也不是是哪个民族的民族人 也不是某个世人的儿子 我们把这一个 这个要能理清 要能够跳到更高的地位 否则的话 你会理解 他怎么不是中国人 对吧 他不是华人那样的 不是黄皮肤 那为什么不非是那样的人 所以这些概念是完全没有的 如果我们还有这种概念 可以觉得 他是那个民族的 是那个国家的 是某某人的儿子 马利亚好像地位更高一点 是不是圣母 那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就还是堕入到 世俗的意见 物质层的认识 第六小点 是讲的 他的已被荣耀的human 也就是我们经常有人讨论的 主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吧 所以书上为什么提到 我们认识再谈到主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有 他满身流血 对吧 他是犹太人的胡子 或者是 当时显现的犹太人的样子 这里的human 他已经完全的divine了 是神性化了 如果说你真的要有一个这种概念 在圣经里面就提到了 他被荣耀了以后 这个human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他的脸面像日同 像太阳的样子 一副像光 吉白如光 而且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了 同样讲到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的这会主 唯一的主 这个烈日放光的这个概念 太阳的这个概念 至于具体什么形象 我们真的是没法想象 但是至少这种光辉 这种爱的体现 这种光辉荣耀 普照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灵界 通过灵界来光照 整个物质界 也好 我们都知道 主是唯一的这么一个日照 我们所讲的日照 并不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太阳 是因为他从他出来的那个爱 或者是这个智慧 就如同太阳的这个闪耀 这个闪耀 第七点 主的human要被荣耀或者融化 其实就在福音书里面是多次提到的 已经多次提到了 他这个human要一步一步的被荣耀的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父啊 愿你荣耀你 我已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因为主逐渐被荣耀 所以说我已荣耀了 还要再荣耀 一药一荣耀再荣耀 之中最终完全的荣耀 完全的神性化 疾犯 所以这个这样的经据很多 在路加福音说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主气上十字架之前 这个彼得拦着他 对吧 彼得以为 我们看我就帮你 不要去 为什么主责怪他 因为这是必定的过程 这是一个必须要的过程 你就好像拦着他去 就类似于拦着一个 拯救全人类的这么一个 这个王 对吧 一个这个 勇士 他要上战场去击败 仇敌的时候 最后一战马上打响了 你说你退下去吧 你不要上战场了 对吧 上战场会送死啊 这个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主为什么 走个匹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的传统的教导 说主是上十字架 就好像我流血下来 就好像用我的流血 用我的死来埋你 来赎回你 这是不可能的 用通俗来讲 这就是一仗一仗的 打出来的 最后一仗 就是终极之战 就是十字架 收乱一仗 所以这个过程 是这个荣耀的过程 不是什么 类似于好像 认输啊 或者是 这个 就好像就 我交出来 赎金一样的 赎回别人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第八点 他讲到上帝 在人子身上 得了荣耀 上帝也要在自己身上 荣耀人子 还有荣耀你的儿子 是你的儿子 得荣耀 这样讲来讲去 一个一来一去的讲 上帝在人子身上 得荣耀 也在自己身上 荣耀人子 这个过程讲的 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就是互相的过程 human与divine divine与human 直接是相互进行的 也就是他为什么说 我在负里面 负在我里面 凡是我的 都是你 如果用 迪三层的图片来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 一开篇的 一开始的时候 每当讲到上一层 出现了一个颜色变的时候 我们紧接着 在下面的时候 它对应的最下层 就有一个颜色在变 当讲到第二步 比如说我们主 讲到少年期的时候 还讲到第二步的 我们讲神性真理这块 还出现了变化的时候 储备在变了 我们紧接着 它下面 告诉第二层 有出现变化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过程都是相互的 如果用圣经上的 有些例子讲 就类似于天梯一样 我们讲梯子一样 就是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是这么过程 其实我们人的 这个 这个 更新或者重生的过程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一切的结合都是如此 如果不是相互的 就不可能完全 这就特别 我把黑点的问题出来 主跟我们 我们跟主的结合 也是一样的 我们学 第三层里面讲到 我们人的这个 更新的过程 或者重生的过程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相互的过程 所以主说 他说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里面了 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就要结出 很多果子了 这样的经文 我们如果 去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往里理解 理解 可以往前 深一点 更深一点 可以更多的 更深层次 这个 去理解 就好像 在第三层天 的人 他的天使 他说 他们的这种幸福 就好像 在主里面的一样 就像孩子 婴孩坦赞的母亲 或者父亲怀里一样 无忧无虑的 也就是在他的里面 与父 为一 合一了 或者说 就没有自己了 用主的诫命 第一大诫命 讲的意思就是 他们人 这些人都是 尽心尽力 尽力的爱主 他没有别的想法 他只有主 那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讲到人的堕落 讲到这个 或者教会的堕落 特别提到了一个 就是讲 吃知识树的事 就是讲 亚当与夏娃 著作里面解释的 这个夏娃的意思 他说 就是为什么亚当 不乐意了 他非得也找一个 找个人陪伴 我们知道这个夏娃 他是用来形容 人的这个 叫什么 人的我 就是人一旦开始 他想要有我的 自我意识 要我来判断的时候 一顾我的时候 他就开始 又选择了 他就选择了 那么主在这里 这句话就是 像 在我里面 在里面 与主合一的这种状态 就是希望我们能回到一个 越来越少一点的自我 越来越的 心思意念 我们的这个 都放在主上面 交通给主 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从内到外 方方面面 因为主荣耀他的human 也就是让他成为敌方 所以在死了三天 第三天 他连同整个身体都复活了 把他的human 全部成为敌方了 融化为敌方了 所以说 他的复活跟人不一样 我们人讲 成为属灵化了 但人死了以后 肉体就丢了 到坟墓里面烂了 没有了 就是泥土了 但是 不一样 他是唯一的一个 带着这个身体 用我们换一句话说 也就是说 这位主 很特别 什么特别 从他最里面 是divan的根本 我们没办法认识的 但是我们知道 万有从divan而出 然后我们也知道 他是个divan的human 甚至我们还知道 他将所有的珠天 整个零件 包括中间零件 以及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 他都 挤入他一生 那也就是他现在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 他只是通过天使 向人类形成 他现在是与人类同在 既于我们物质界的人 他也是同在的 中间零件也好 物质界也好 诸天也好 他都是与他们同在的 而且巴黛的所有的秩序 都已经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 所以他在跟 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 他说你还摸一摸我 你摸摸我 意思是说我这个是 这个有肉体的 触摸得到的 多玛说你 过来探一探 他一看 神手一探 多玛马上跪下来 对吧 我的主啊 这是上帝 所以就像这些人 你让他不信主 或者说 让他的生活对处 不是尽心尽意 那是做不到的 或者说他也做不到了 因为他是真真切切的 包括在后面的几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内 包括这些门徒们 也见过主的这些人 包括他的后人 所以那个时候 对主的信心 也更加的真切 真切 就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灵 而是一个人 他当着这个门徒面吃东西 吃烧鱼 吃秘方 然后他 他的身体 因为他这个身体 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物质的身体 他是完全的神性化 所以他这个门是关着的时候 他就进了房 怎么进来的 这个物质就是刚刚 挡不了他的 对吧 他忽然又不见了 是讲这个过程 他融化的 这个他融化以后 完全神性化了以后 他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 圣经的字面意义说 他说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 我们不要被这个字面意义理解 我们讲的右手的意思 其实讲的就是 他的全能 什么叫全能 意思就是说 主从Divine Human 一直降师降降降降 最终端的物质层面 他都已经全部全部的 都是这个神性化了 从今以后 他对诸天 中间灵界 这个物质界 全部的宇宙的管理 对吧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 通过诸天的这个灵流 只是通过灵流下来 而现在完全不同 他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层次了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 讲到啊 他与人同在 上帝的账目在人间了 在人间了 以前没这么真切 没这么真切 就让我们这些 通过这个 斯维登伯格诸佛 也就是通过读圣经 能够对主有全心认识的这些人 能够构成一个全心的 哪怕人数很少的一个教会 能够秉承这样一个教导 我们认识主 知道他是在人间的 是在人间的主 因为主圣经坐在右手边 用狄方语说 我们合而为了象征 上帝的潜能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他的human 这实体正如他的 divine之本质 也就是说 他这个human 我们千万不能再去 把它想成 世人的人性 是吧 物质成的东西 没有了 他是完完全全的divine divine 他是完全 是divine之属性的 human 前面也加一个divine 如果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变成了 另外的 其他的概念 他真的以为他 他好像坐在 有一个上帝 右手边 还来了一个 一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圣经上 这个 讲到 父与子 或者敌方以后们的合一 合一 经文 他引用了一些经文 来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要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讲的意思就是 我从divine出来 对不对 平和human 然后human 要变成狗犯 与divine合一 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他说我要往 才往的父那里去 对吧 这些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这个意思 除了那种天然 降下来的人 没有人生过天 讲的也是 这个从敌方到黑美 黑美到敌方 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最后一个总结 于是 也就是通过上面 第二三四五六点的分线 终于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最终 上帝成为人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从这个 本到末 从这个 我们讲父吧 从divine的身 一直到 他取的 我们讲的human 这个人 这位 我们讲的上帝 或者神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 只会是个人 我们不能随时便便地 想成我们世人的人 他是个大写的人 或者是个divine的人 或者是一个 英文是man 大写的妹妹 完全的不一样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才有这样的亲切感 这么真切 也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我们这个上帝 难道不如同在吗 不可能 我们任何的心思意念 我们世上任何一件的 事物大小巨细 巨细 我们都是离不了 最门的一个上帝的国 治理 离不了上帝治理 上帝是一个人 一切的天使 一切的灵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世人 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上帝是一个人 我们才是个人 而不能反过来 不能反过来 好 这一点我们在 其他的著作里面也讲到了 也讲到了 好 这是我居然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主要内容 然后第七讲 就是讲到最后 也就让我们认识一下 这位主如何的 对吧 从最最初最初的 这个耶和华或者父 或者迪万的本身 降到了这个 我们人间最终端的 这个肉身 让你如何又将这些肉身 如何一步如何一步的 又怎么样 这个回到父那里去 也就是与父合一 成为敌方 原来这一位 成为人形的 人的样子的这位上帝 是独一的上帝 从头到尾就是他 我们讲以前认识的上帝 我们讲这个没有形象 或者说最初最初的上帝 他取了人的样式而已 让我们来认识 他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章目 在人间 今晚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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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阳 非常好 大家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体会 体会 领悟 欢迎大家 讲一讲 谢谢 中间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 这个误差 或者是 这个讲的 这个地方 大家多多指出来 这个 毕竟著作的 这个理解 这说实在的 就拿到同样的 这个著作 这个读的人不同 他的理解 也不懂 有的时候 难免会 会 会 会有些偏差 大家多多指证 我请问一下 就是 英文华富的 human 与富的 divine 他们是平等的 还是说 富的human 要 次举呢 你怎么讲的 那个 你讲的 divine 你是说 divine 和 divine human 大写的 human 分别吗 是的 就是都是来自于 依和法的 那个 human 和 父神的 divine 好 我是说讲讲我的理解 这个我们用例子来讲 可能会好一点 也就是说 在我们脑子里面 我们对divine 是没办法有认识的 或者说无法形容 就有点类似于 这个 我没办法知道 这个本体 这个divine 是什么 用什么来形容它 然后呢 这个divine 它在 对我们 给我们人能认识的时候 它从头到尾 它都是以human的形式来 这个 就是以human 以人的这个形状 来向 天使 人要显现的 所以这个 他讲这个 所有的天 也是成立这个divine 这个human的样子 所以说divine 和divine 大写的divine human的分别 就类似于 一个是根本 一个是从根本而出的 但是根本而出的这个里面 它又有divine 它的成分又是divine 只不过是说 我们的认识 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 认识一点点 有这个概念 这个heaven and hell里面 讲的这个太 就好像类似讲的太阳 灵界的太阳 那其实它也不是个 我们太阳只是一个名词 对吗 说它是太阳 其实它就是 就是爱和智 爱的一个体现 或者是这个爱与智慧 一个浓烈的在一起 因为它就在 主的附近嘛 所以它显现出来 就好像非常浓烈的 这个一个光和热 所以感觉就像个太阳的样子 那那个太阳里面的 这个光热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们就没法理解了 那但是它书上讲 它说里面是有一个 人形的这个 这个主的在里面 那那个主就是 divine human divine human 但是这个divine human 它的根本 也就是什么东西 能构成这个divine human 是divine构成的 那这个divine 我们又没办法去认识 就是一个 说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它是它的根本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父 从来也看 没人看得过它 也没人认识它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divine human 它就是divine的一个体现 我只能解释到这个地步 谢谢 那我就把它理解为 是一致的 平等的 我觉得就是一体的 可以的 因为荣耀了以后 这个父子 我们就分不开了 没什么可以分的了 没荣耀之前 你可以分 荣耀了以后 就没什么分的 divine human 就是我们这个divine的本身 得到无所谓 只是一个方便说法 因为divine 我们确实没办法去认识 也没办法去形容 用什么语言来概括 不知道怎么概括 谢谢 谢谢 做什么的分享 就是我有一个 就今天我成立分享当中 我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 举的这个圣化呀 这个荣耀的这个过程呢 那么这个就是说 就从这个小血的这个 非猛到这个大血的 就到它原本的 也就是说这个divine 它本身就是 有这个黑猛的这个 这个存在 他们是就是一回事 一体的 那么 就是说呢 主的话 他就不断地拖去这个人的这个 来自于父亲 然后某些这个的 那么他这个拖去呢 是通过 按照这个 就像说的通过 试团 通过增盏 就是这个环节 然后就 就是拖散了这个 陈富那里的这个 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 黑猛 就是这个过程呢 就是能不能 就再请你多多讲一点 就是说这个是怎么一个 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普通人对吧 他是不可能说 普通人就是还是只是他的前半部分 或者说是 呃 做一个是他的那个释放是吧 就是这就这一块 我觉得 我就想 请周深 两个多多 多谈一谈 谢谢 好的 谢谢 唐兄 那个 呃 这个融 就是融化啊 或者 Glorify 荣耀的过程 我一直在想 在想象一个图 就是图片 我的脑子里面 以前有一个图片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 那个 有些电影啊 就是好像是讲 孙悟空什么 三打百股精 还是哪一个里面啊 就是讲到那个 讲到那个唐僧啊 他就是他本来是那个肉身嘛 然后后来就在一个有一个镜头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好像 这个人就就就变就变了啊 那个这个过程 就是怎么一个变的过程 呃 我确实没办法用这个语 这个这个 这个这种语言来表达 我能 我能我所能理解的啊 就是 就好像 我们那个广民兄在分享 几个层级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那个层级来 来来来做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 他的第一步啊 这个对于主要讲 这个 这个 呃 属世层的最下一步啊 他之前是什么东西 他之前什么东西 我们不讲颜色嘛 这个颜色 然后到了少年的时候 他的下一步 像那个那个那个颜色 变了另外一个颜色了 啊 然后紧接着 再往上面又变了一个颜色了 这种变颜色的过程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动画的话 就一慢慢变慢慢变 细化的话 就类似于这么叫一个荣耀的过程 呃 对于主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能比较 稍微这个难理解人 可能对我们 用我们人来做举例子 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当然我们不能叫融化了啊 我们只能说 把我们那些 属世的东西 变成慢慢的往属灵靠近 让属灵的东西来浇灌我们 就好像类似于这个一个 我们本来这个 这个一个容器嘛 你们装的东西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层污水的东西 啊 一把开水龙头 出来都是污泥的东西 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 这个清泉 进来 慢慢流进 慢慢的进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水龙头越宽越小 越宽越小了啊 然后这个清泉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啊 就好像储备一样的啊 最终啊 我完全把这个容器 就洗干净了 或者说 它的主流 就是变成清澈了啊 呃 至于剩下的那种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 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有点累穗 这个过程嘛 我我我只是谈谈 我这个这个 这个这一点认识 呃 如果 呃 广民学生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从那个 离三层的那个 各层的转换 我这种图片呢 就是这种颜色的变化 可不可以类似于这种 这个 大写的地方 黑油门 然后取代 啊 或者脱去了那个 小写的黑油门 一步一步的取代 那个 小写的黑油门啊 然后整个人变成 大写的黑油门 是不是可以类似于 不同的颜色 一步一步的 最终让所有的红色 占据了所有的颜色 这个过程 好的 我那个 谢谢 呃 那个 对不起 那个 我就是想的就是说 就是这个 呃 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这样的这个 就是最近的改变了 它还是基于了原有的一个 那么你就是你的分享之后 你说呢 拖住了这个 然后圈上的那个 就是说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把以前的那个就是 丢掉了 然后呢就 就好像这个这个这个鞋子 虽然说 这个比方说啊 就是好像有个不不正确的比方嘛 就是说 他那个 呃就不要了 或者是就就就就退掉了 然后就进入到另外一个 那么你说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过程呢 这个反而好理解 就是你那个分享中的就是 出到这个 圈上那个 就反而一个就是好像 另起炉灶了 或者是那个另外的 一个新的 圈上了 就是就是这样的话 我反而就有点困惑 就是这样 呃 所以我就 那个那个陶兄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是我翻译的问题 就是实在取不了这个 take on啊 还有一个 他有这个 这个remove啊 然后然后take on 呃 那可能怪我啊 怪我这是翻译 不知道怎么翻译的 反正就 呃 如果说过程 肯定就是类似于那个 那个第三层里面的那个层级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变化 一层一层的改变 啊 然后我用中文翻译的时候 用了这个穿上 脱去啊 这个这个过程 可能用词有点问题 啊 用词有点问题 然后造成了一些误解 好 我我我说几句啊 那那那请管面说 好的 请管面说分享 哎 这个我们这个传统基督教啊 就讲的 讲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讲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他常常有一个讲法 就是他既是完完全全的神 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这个我们学了史宫的这些著作以后 我们现在发现 这一句话讲的是不对 或者最起码是不完全的 这个说他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上帝 道成入身到世上来的这个 这个所要做的事 没有正确或者没有完全的理解 他以为来了以后 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神 到世上来就无非就替我们来 担罪了 替我们医病赶鬼 这个传道 最后他都把我们的所有的罪 在那肩膀上 到十字架上就死了 就把我们罪就给 就给就给就给就替代了 不对的 耶稣基督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并不能认为 他是完完全全的神 他是到生中生的神 但是他为什么说不是完完全全的神呢 因为他单他在他的所有的层级里面 单有那些就就承载了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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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恶 或者是谬误或者是那些不足的地方 他的内在心性里面从哪来的呢 是从三层天堂从天使那里 他从往下往下下来的时候 降世为人往下降降的时候 天使天堂里面所存在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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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说是邪恶吧 那个地方不是邪恶啊 只是那些缺陷把它带下来 然后他经中间邻居的时候 他在中间邻居里面所存在的那些 那种种的邪恶或者谬误 他带到他的属世心形上带下来 然后在他的33年半的人生旅程中 把这些所带下来的这些 这些这些谬误啊 这些这些反正是不良的东西啊 他经过征战 经过试探 一层一层的一级一级的 把他们全部都征战克服 请注意这个地方 他的征战可不是像我们人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 无非就是我们的小圈里面的 他面对的是整个地狱 所以他所经历的 和说他所面对的 他说要征战的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把他一步一步一步 把他全部都把他克服净化掉 到最后到那个十字架上 这个荣耀 十字架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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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不能说这个死到十字架上 就是玩到十字架上 这个到最后一步 把他的 实际上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里面 就有这样的讲述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做最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呢 是把他的最底层 就最终端就是在他的物质身体上的 所有的那些 全部把他就制换掉了 全部就给他 把他已经就就就就更新了 因为在我们物质身体上的这些东西 是最最顽固 最最最最最难以这个 克服的 所以他是他的最后一步这样做的 在所有的前面这些步骤呢 都是从他的 属灵新星 属世新星 这里面一层一层 一级一级的往上 在克服 在进化 这个克服进化的过程呢 就给我们打通了这个道路 就给我们打通了通向天堂的道路 由他的那些级别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级别 我们说我们人是 是有上帝的形象 有上帝的样式 不是说我们看着像那个上帝啊 不是那样的 是指的我们内在的 所有的这些层级 和他是具有相等的这种 这种对应性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这个我这几天呢 我一直在看那个 这个天堂和地狱的有关的段落 就是那个鼠哥就提到就是说 神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human 这个人形 人的形 对吧 他本身就是这种 所以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人 是因为吗 我们是有他的形象 而且呢 神 从主那里来的都是这个生命 就是活的都是人的形 就是人形 这个这个英文里面 这个是一种form 就是不好说是形状 形式形态 还是什么 就是人形 这样这样可能就更那个一点 是不是更贴切一点 然后呢 他这个里面就是说 就是从天堂里面那个灵流流进来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是遭到这个良善真理 接受的越多 越这个这个层次越深 就越是像一个人 越是这个人的这个形状啊 或者形态 人形呢 就更加的美嘛 美好 而且呢 这个像天使 就是天堂 只有天堂的一切 它都是有这个人形 所以天堂成自大至最小 都是人形 然后 成这个主天的 天使的 那些想法 它都是有人的形状 它是最小最小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 我们只要是这个良善啊 真理啊 他也是 活的也是 人的形 人形 因为都是从主那里来的嘛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圣经里面呢 有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和生命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就讲过 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 他说在犹太的这个 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犹太的这个文化道理 这个真理呢 它本身是活的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是 还是满满吸引的嘛 对吧 因为我至少对我是很吸引的 因为我们只能说真理啊 它就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啊 是吧 就是那种规律啊 但是现在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呢 完全的囤一起来 真理 良善 是吧 美 这个正义 光明品 他这些 他都是 就是从主那里来的吧 从神那里来的 他都是活的 都是有这个人性 因为神本身他就是这个 这个黑门啊 是Dewire 或者是黑门大写的 怎么说多好 就是说大写的也好 就是说呢 所以说呢 那个所以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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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它是一个 呃 是从神那里来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看很多的多因性 啊 看很多的这个 就很 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把很多的这些 那些那些那些信仰上的好多的念 把它关联联合起来 啊 所以我刚才就提到那个 啊 周深在分享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人神传 我就想到了这些啊 所以 啊 我就 他 这个这里就要说一下 谢谢 的 全部 都 对 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的 那个 诸诸里面提到的这些 就是说我们这个 就是通过 这个著作 这个启示 我们认同他的 然后通过 结合对主的话的理解 让这些人能够 构成一个特定的教会 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New Church 新的 新的伊勒萨兰 构建起来 然后让他成为 成为一个人 也就是刚才陶庄说的 这个人的概念 就是大的人 也就是所有的 就我们讲 这个所有的宗教也好 思想也好 人类也好 他这个人里面呢 让我们这些 特定教会的这些人 成为一个心脏和肺 成为心肺 而成为心脏的意思 就是让他不停的跳动 把这个动力嘛 然后这个供血 供氧 肺是呼吸嘛 把氧气拿进来 用如果说 用对应的意思讲 也就是说 在量上和真理方面 能有一个供应的作用 或者说能够 带动全身的作用 而且呢 他这个心脏的活动 肺的呼吸 它这个是同步的 与主同步的 也就是说 与主同步的意思就是 你的心脏和肺的呼吸 你不是靠着自己的 你就要顺从主 单纯的跟从主 然后来活动和这个呼吸 让全身可以得到血液的供应 然后让这个氧气 对吧 得到供应 然后换 把这个肺物啊 或者是二氧化碳 能输送出去 让成良性的循环 让整个身体能够更健康 更健康的这个活下去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因为我们讲著作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应该是应该没什么没矛盾的 那作为New Church的这个理解 这个著作的理解 应该是成为世上其他思想 或者宗教的一个心肺作用的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也就是说是影响其他的宗教的 而不是被别人影响 影响其他宗教 这件我们大家我想都会认同 因为我感觉这个挺好的 这是我就要新著作了 新圣经的 这个也不会动摇 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想一想啊 就是如果既然我们是影响其他的 那心肺跳动输送血 输送氧气的时候 那也就是进入到 会进入到其他的这个心脏 其他的这个肢体器官里面 甚至你还要给他 与他们在一个身体里面 共存亡 也就是你还要得照顾他们 关爱他们 对吧 而且影响他们 然后为他们服务 可以这么讲吧 那如果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抛下一些 字面上的限制 什么叫文字的一些限制 我们之所以从传统跳到这个栏 也是因为之前太落入文字 对文字的一个字意的一个偏执 所以这有些问题一直解不开 然后主通过解开内意 我们也知道 有这么丰富的对应含义 对吧 那其他中校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他们的东西跟我们之间 老是产生一些我们的这种冲突 按正常来讲 是有可以这个我们影响它的音乐 但是会不会因为文字的一个取义不同 导致一些真振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哪怕我们讲著作的内部的人用来讲 比如对某一个词的翻译的用词不同 然后会各知己见 我认为这是对的 你认为这是对的 有人说瑞学是对的 有人说瑞登堡 有人说史为登堡 史公 瑞公 或者说这个翻译成人 还义 有人说这是翻译成天堂 天 对吧 地狱 魔鬼 这说法不同 那可不可以换句话说 是因为对文字的 如果我们都知道 它都是指 史福登堡的某一个词 比如说Divine Human 有人说神性的人生 有人说神性之人 有什么神性的人性 但是如果说 你如果都对着中文的翻译来去深挖的话 结果可能都会走偏 或者各知执着于某个意义 但如果都知道 它的共同的英文 原来就是Divine Human 不用争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扩大一层讲 其他的有些宗教 它所理解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词 可以往生意去想一想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佛教的密宗 他们就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至高者的 人家说什么佛教无神 他们有个至高者 他们叫做 应该没错的话 叫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佛 他说这个是法身 是本尊 其实他为什么用大日如来 就是说他像太阳一样 辨造全部的法界 我也是在想 这个讲到讲去 不就是用我们 不就是 不就是临界太阳 对吧 你不就是想临界太阳 然后所说的 你讲本尊也好 大日如来 名称不同了 道理不是一个样 道理不是一样 然后他们的这个 什么叫做修行的过程 成佛的这个过程 什么叫放下自我 这个我空法空 等等 这些名词翻译的不同 如果说我们著作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它无非不就是叫放下自己 对吧 否定自己 跟从主 这个 这个倒空自己 虚极 意识一样的 不是一回事吗 如果从这方面讲 彼此这么一个 宗教间也好 思想间的交流 可不可以 发展成类似于心脏 或肺 对其他肢体 跟其他肢体之间的交流 或者去沟通呢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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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体的时候 我有这么个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我这看法不进来成熟 好谢谢 这个 郁阳刚才这个提法 我觉得还很 非常有 有趣 也有 也有价值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 我不一定 就一定要说是这个新教会吧 就是我们持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 这个 这一群人 或者这个教会 是 是起的功能 是起的心和肺的作用 这个 其他的这些宗教啊 或者是那些信仰的那些派别啊 他可能是位于这个肢体的其他的部位 比如说 那个世宫的这个著作里面就曾经讲过嘛 比如说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 这些教徒们好像在 在天堂的某个部位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教会的在哪个部位啊等等 好像 最起码 这个思想脉络 是一种 不认为 不坚持 唯我独尊的那种思想方法 当然这里面也可以说 还有一定程度的唯我独尊 因为我们是出于这个 最核心的部位嘛 心和肺嘛 对不对 那好像还有点唯我独尊 但最起码呢 不是说是别人都得下地狱 我们只论我们上天堂 最起码把这一条 把它彻底 把它纠正过来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赞同 这样的思维的 不然的话在人间 我们所谓的信仰 只是在人间添乱 只是给人间造祸 这个不是给人间造福的 这个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谢谢 还有对 还不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其他宗教确实是 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借鉴 并不能说 我们就 其他宗教都是不好的 都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连听都不能听 谈都不能谈 比如说佛教里讲的这个 我知 就放下自我 放下我知 就要彻底把这个我知去掉 我知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传统信仰里面 就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就是刚才那个郁阳讲的 对于圣经上的 翻译上的某一个字 那个字好像就 就死扣那个字 那个一点都不能差 差一点就好像就离了 就离经叛道了 就完全叛离了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了 不是那样的 我们的 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 没有了一点 一点那个灵性的自由度 把自己神捆锁绑 捆绑在 捆绑在这个 这个这个字面上的东西上 所以没有了 没有了 丝毫没有了 这种自由的去 去探索 自由的去思维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能力 最后的结局是 灵性被拴住了 真道没有发现 真道是啥呢 就无非就是爱主和爱人嘛 就这两条 把这些同学 全权统统的都 都 都 放到次要的地位上 甚至完全置住脑后 就在那个交易上 就在那个 你是不是正确上 在那打招 那个这个是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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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好像有讨论过那一次 当时有一个概念叫广义的新教会和狭义的新教会这个观念 不狭义的呢 就是说指的是接受斯维登堡的一个居多 以他为这个教义而成启示的这些为教义 比如说相当来说呢是直接的 比如说什么斯维登堡这个启示当中来的 这个呢我们不妨成为一个狭义的新教会 从一个广义的新教会来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斯维登堡他毕竟是17多少年的 发生18世纪的 那这个人类那么长的历史 那至少主耶稣来了之后 一千多年对吧 那这个这些人的信仰难道都不能惊天然吗 所以呢这个广义的这个新教会的标准 应该就是按照主的那个标准 按照主的标准呢 我们就像刚才那个刘老师说的 那核心就是爱主爱人对吧 那可能说他这个 他的不存的 那好多人他不知道主就是耶和华 也不知道是耶稣这个名字 其实在现在在我们环境当中 还有人他不知道 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 一辈子都不知道耶稣 对不对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就没有一个 按他主的那个标准 或者是按他就不能进天堂 我说得直白一点是吧 如果他能进天堂 那么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广义上的 新教会的门徒呢信仰呢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无非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最终能在天堂这个地方 对吧 天堂它是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本质上来讲呢 这个教义或者是信仰 它都不能够 它都是一个外在的 最历代的是我们生命的状态 所以这这个 这就是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我们这个人类啊 它这个明性的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确实是应该是有包人 彼此有包人 有存在不同的公认 那这个翻译呢 所以我就想到呢 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受众吧 就是不同的这个这个存体 那比方说有些人就像刚才那个 周生说的这个 他对佛教比较了解的 他对这个大陆如来这个这个 他就比较那个 他就可能对 对他的这个一套这个表达的这个解释的概念啊 就比较熟悉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是我想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呢 有些他可能对存存的 你看我对存存的这个 那我应该讲呢 是有所了解 这个 他这一套的这个词汇啊 可能比较熟患 所以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类吧 那个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 这个呢 确实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个包容 这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呢 也同时呢 也得承认就是说呢 在这个信仰这个这一块呢 也就是有些人呢 觉得我这个就是很纯粹的 就是所谓的马尼这个教育的提示 那这个也能理解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正好或许啊 正是这个 这个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公认吧 这个 或者这也是符合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人类啊 这个人的这个灵性的不同的层面 是吧 那当然呢 对于我们来讲 目前来讲 就像刚才周登也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不是被别人给改造了 而是呢 就是希望能够 今天我们自己的立场 所以呢 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呢 就是 还是一个 啊 读习啊 学习啊 更多的学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死宫的 啊 书尔登堡的 对作和启示的 这么一个状况 那我就会讲到这里去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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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杨要不要跟我们跟我们做个导告 我们结束 好的 好 好 谢谢各位的参与 那个我们来一起低头 呃 向主导告 先吧 主 主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夜晚 然后我们 一群人 一个小群人 啊 在你面前来学习 你的正道 你 透过这个 这个 给我们的启示 让我们认识 您 从天 降到世上 然后逐渐 又回到父 就是说 荣耀你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大概的认识 也增强 我们对你的信心 呃 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优秀的心灵 让我们可以坚定的仰望你 把生活 工作 方方面的事情 我们能够无忧无虑 都揪入在你手里 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 帮我们 应该是帮我们来战胜市场 因为战胜市场的都是你自己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唯有仰望你 依靠你 求你保守我们这样一个学习 能够坚持下去 慢慢的 更加清楚的认识你 谢谢我们的主 以上大高 公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好 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豫阳 大家晚安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 太晚了 谢谢豫阳老师 晚安 这个亚哥 我看到你 我们讲完 这个豫阳讲完了 你才来 我还想多邀请你几次 结果 后来整部特别停了 没有过去 最近比较忙 最近单位工作又调动 然后我一直 有时候经常的忙 哦 对 对 我想了你肯定会 最近是 工作上 嗯 最近那个出差 连任的出差了 十几天 当府了 哦 好好好 注意啊 注意安全 保重 谢谢 好好好 好的 好安 好 晚安 再见